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SPL超级俱乐部联赛 SPL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英文的超级扑克联赛的缩写 我们在这一季比赛里面特意进行了一个企划 就是俱乐部的比拼 因为现在棋牌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以俱乐部为主体 来去进行比赛的这样一个阶段 我们顺应比赛的这种应该说顺应大势的这种发展趋势 就进行了这样一个超级俱乐部比赛 应该说整个比赛打得真的是紧张激烈 打到目前为止已经到了决赛的大比拼 本季的比赛也是由黑中江城体育总会 黑中江广播电视台本体频道 以及黑中江城体育总会电子竞技运动专业委员会 和勾勾比赛平台联合主办和承办的一次 黑中江省的最具竞技性的 也是最正规的二打一的俱乐部的联赛 比赛是很紧张很激烈 相信关注我们的节目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的了解的 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 要感谢勾勾比赛平台 对于本节目的平台支持 也要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每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让我们的节目呢 显得特别的有生命力 那如果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想要加入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方法非常简单 有几种通道啊 各位呢可以登录到专业棋牌竞技平台勾勾勾比赛 网址就是3w.gogo.cn 去进行网络上的海选 您就有机会来到我们快乐部派这个舞台之上 另外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服务账号 扑克5个8 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 同时也可以报名 还有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啊 这个方式最直接了 把您的名字 把您的电话告诉我们 我们就有 如果有名额的话 就给您打电话 让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 那另外呢 如果各位想和编册个人去进行交流的话呢 欢迎各位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码呢 就是18182716252 18182716252 您就有机会 是我就有机会认识您 咱们成为微信的好友了 那现在呢 正在进行的SPL的超级纪录部联赛的决赛比拼 应该说今天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了啊 在比赛开始之前 还认识一下我们的评伙嘉宾 我们的好朋友刘磊 也希望呢 刘磊的精荡简评 可以让电视机前的您 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更加的痛快 那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 昨天的比赛战况 昨天 快乐扑克派进行了SPL超级俱乐部联赛决赛的第五场比拼 比赛过程激烈 比分胶着 最终 智瑶俱乐部领先全场取得五分 加姆斯陈颖俱乐部 无奈屈居第二取得了三分 龙毅齐白俱乐部紧急一分 今天 谁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拭目以待 好 那回顾了昨天的比赛战况之后呢 其实我真的觉得能够把悬念留到最后一场相当的不容易了啊 现在呢三支队伍的比分情况是这样的啊 一号的加姆斯陈颖俱乐部的 你们的比分呢 现在是19分 应该说优势很大 拿个三分 你就是本第一了 对吧 而现在处在 第二位的呢 是处在三号位的啊 三号位的 智瑶俱乐部的 中拳 你们现在15分 你们之间相差4分 也就是说在 今天的比赛里边 你必须要拿5分 对不对 这个形式我比较明朗的 对 你说说形式吧 我要拿5分 而且还得让加姆斯战队呢 得1分 我们两个都是20分 然后并列第一 差小分 对啊 所以说这个比赛的形式特别明朗 就是你必须拿5分 而且还必须争取 让加姆斯那边拿1分 你们才有可能争取 在小分里边拿到第一 对不对 那回头来 处在二号位的呢 就是龙翼七派俱乐部啊 龙翼七派俱乐部呢 派出的是王玉泉 王玉泉你分析 你们形式了吗 没想到好像这样 不应该 就是你先争冠 是没机会了 对不对 对 你肯定是没机会 但是你要想在名次上 有所作为 你分不分析 应该是个水面的情况 我先怎么也得弄个第二 你弄第二的话怎么弄 怎么弄 现在就得看我了 你必须拿 你必须拿第一对吗 对 你拿完第一之后 你们的战队才能得到 因为你目前是11分 才能得到16分 而下一步呢 你需要把谁弄到一分上去呢 我就得把王老师弄到第一分上 对 就把周杰老师他们的 智瑶战队弄到一分上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比赛形式 真的啊 对于你们红和绿 两支战队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错动复杂 当然对于加木斯的 陈瑶 陈瑶战队来讲呢 就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拿个三分 你就能拿第一了 对不对 对 有没有信心拿三分 拿五分 你看人家很淡定啊 这比赛谁心态好 谁打得沉稳 我跟你说 谁就有可能能得到好的结果 好不好 来各位戴上耳机 我们记住到最后一天总绝选 龙一这两二啊 估计是不会叫啊 两二也叫两分 莫非是看看今天这盘怎么样吗 龙一加倍了啊 对 这盘 要得有点多 我感觉 不是 这盘叫就叫得有点多 你知道是吗 当然电视机 观众朋友 如果您喜欢我们快乐普通派的话呢 明天开始 我们的新赛季 开始海选了啊 各位可以 登到唯一的合作网站 专业棋牌竞技平台 勾勾比赛 网址就是 w.go.cn去进行网络海选 那另外呢 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服务账号 扑克58 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 还有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关注 编册个人的微信 181-827-6252 181-827-6252 可以和我成为微信的好友 咱们可以互动有无 一个顶天顺 龙一七百俱乐部啊 这边被对手加倍了 那现在呢 智瑶俱乐部 率先的是400分 暂时领先 这个龙一还得好好打 小儿呢 还能 智瑶还有机会 能夺冠的 对 不加倍 不加倍 打把都翘啊 不加倍 这排可以叫一叫 其实 这排叫上来之后 感觉也是 挺 要不起 要不起 三代队 要不起 这排三代队 三代队 三代队倒了 打什么 这排 大家其实都很艰难 没有说谁的牌特别明朗 要不起 我说谁牌特别好的 这排队 四 七 要不起 四 K 四 要不起 要不起 中拳你好像走掉的话 这三是没得打 对 你不能留这单三了 哎呀他这个三打完了 没人给他传 他埋了 要不起 打对啊 我觉得对八还是能管人 但是对八对手的 地主的对还是比较多的 对 二 哇 有啊 这个是盖什么 自己控制上打的 逼一下 看看 看你能不能忍得住 地主说我这排不打地 我肯定就是忍住了 你能走就走 不走大道 要不起 起 上圈了 这个对圈打的 其实 就是说 感觉有点 有点仓促不上 看这个K你还得让 要不起 好 也行 对 看六线 对 他的线比较长 而且中拳已经把这个线扒开了 对 这样的话呢 要不起 龙玉七白俱乐部 这把赢回来 二 要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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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啊 这样的话 龙玉七白俱乐部 现在是零分 中拳这边 因为是之前加倍啊 一百分在这领先 小龙玉二 要个两分 哇 太猛 太猛 三四五六七 哎 这个可以打三套线 顺转 要不起 没有按三套线打 顺转 这个牌打完了 是不是就有点难受了 要不起 要不起 九 二 要不起 要不起 七 二 要不起 这牌打住队了 也被抓住了 小龙玉二 要个两分 哇 太猛 太猛 三四五六七 哎 这个可以打三套线 啊 没有按三套线打 这个牌打完了 是不是就有点难受了 要不起 要不起 九 二 要不起 七 二 要不起 还打住队了 就被抓住了 哎 哎 有机会给送回来了 这个牌啊 这把牌啊 哈哈哈 是出不去的牌啊 一下变成出去了 要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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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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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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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挺谨慎了 大家都很谨慎了 这还得加个位吧 三 哎 打个三 七 要垫尖 没垫尖去 四 八 这九 顺势店就排九 二九 要不起 二圈 要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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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子 要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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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子 要不起 盛子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对 对 然后一上飞机打对六对二 对二收 直接扣大王了 啊 还有这么难吗 哈哈 这时候你还考虑什么呢 要不起 你就不是把自己打得 打得挺没机 对啊 这边可能没记住牌 可能 可能没记准 你看这非常犹豫啊 不应该呀这把牌啊 那还好这牌应该能出去 这边又回来了 对六对六对二回 然后应该这把把帮带出去 这把牌哈 来三盘手降水机摘一下啊 来了中拳 说说我这牌 打的咋的时候 后来怎么还打出这样的牌来了 你知道我吗 对呀你飞机带这把 或者是你飞机带这把 打完之后对六对二回 剩个单王就爆片了 这把牌没记住啊 我还没忘了十出没出啊 你看看就是果然是没记住 对没记住啊 所以说就防炸来打的 要不直接就是上第二 然后一个飞机 打一单牌上大王爆两个六 你不是你这牌 你就回手叫天的话 你其实你回手不打这单牌的话 你对六对二收 然后打飞机带这把 你可以剩个单王 外跑两个二呢 没有二 没有二 那我没记住了 你这把是不仅没记住十 而且没记住二 对吗 我就记住外跑两个二 万一上下剩两个二 我就废了吗 没记住 所以说这把牌 你确实完全没记住 但是结果不错啊 现在是2500分 当然我陈盈那边的剧度部啊 吴嘉文我还是盯住你一下 拿第二就行 但是现在这个位置 肯定是不行 加油了 来 各位戴上耳机咱们比拼进去 我一上海冲天老师这么打呢 肯定是没记住反应了 对 哈哈哈 你看他点 点完之后又回来 对 这牌道应该有仗 这个三分手数稍微多一点啊 这牌先打个单四 四 五 K K没进去啊 你这二的打一 对 你不能让对手打一个反吹 对对 三 金 K还没进去 还没进去 这牌其实挺难我个人感觉 嗯对 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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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要不 这牌啊 是不是好像直接封锁了 要不 要不 起 三 他单牌还是要进K 嗯对 但是K啊 他现在就看中拳和这个进 哎呦 好了 这把牌就给机会了啊 这牌应该直接顶二的 对 中拳这把牌打的稍微有点软 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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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顶二就顶死了 这陈阳俱乐部就是 进K的 对就进K牌 大丸啊 哇 大丸没要啊啊 感觉到夏夏的牌比较整吗 哈哈哈 嗯 不加倍不加倍 你这牌你你给陈阳俱乐部 这不是相当于坑他一点吗 小王 没有一个说话的牌 没有一个说话的牌 那牌他打单牌你没有说话的机会 他为什么不打三四五六七八九呢 你对啊你打双顺然后打三代 然后打到队 就是你牌是越少越好吗 你就是 他打线也行啊 哎有人跟他打三代了 哇 哇 要不齐 哎呀 你别让对手给你打了个春天啊 二 要不齐 小王 永远都回不来牌了 大王 要不齐 没有这个机会 对五 要不齐 还不要 就打个对圈万一有人不要呢是吧 对 没有万一了 对手这牌都很好 嗯 好 直接抓住啊 看下来 Key 小王 二 还上的还是垂上好啊 voyez 是小王 打个三圈 即是二 还处理 小王 要不起 要不起 顺子 要不起 要不起 二 看看这个王管不管了 这个王要管 要都是一直在打对 这排地主还是有问题 哎 哎 这个对尖怎么还 啊现在看 要不起 大家排都不得都不太找了 对 要不起 要不起 那完了 倒是第二章 要不起 要不起 对二肯定是要强力会走 哎这样的话呢 哎 加不足成用纪录剑第三名啊 对 我觉得对于伍家文来讲呢 这个压力是比较大 小王二啊 啊 大王两二啊 看看这牌子加不加没加倍啊 四 应该可以先垫一筹 要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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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一 三个九 三代一 要不起 三代一 三代一 要不起 打对半 哦 扣我对圈 要不起 哎呀 四圈 哦 嗯 不加倍 不加倍 加倍 加倍 哇 这牌啊 很棒啊 六道钩 顺着 要不起 然后打个飞机 带六口尖 然后三二扣大王 要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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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这块已经留下很多了 牌一直在给 加倍了 加倍 一直在给牌 3个6带个4 然后3个尖 3个尖带个9 带个5 然后打个90过圈K应该是 他要闪流 这个牌打 那就打对时 对 他要留顶天顺 对 那就打对时打对尖 打对时应该是 对 至少这块已经留下很多了 牌一直在给 加倍了 加倍 一直在给牌 3个6带个4 然后3个尖 3个尖带个9 带个5 然后打个90过圈K应该是 注意秒数 注意秒数 要注意时间 这是强制出牌了 时间到了 对 这个牌 这么大完 也很大完 真的 对 也行 反正是 其实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 就关键跑炸3现在是 要不及 要不及 就是先打顶天顺 打对时 对 其实应该先打顶天顺 我认为 要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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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先打顶天顺 打对时 其实应该先打顶天顺 要不及 要不及 看带什么 要我再带个钩 要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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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789 看看10 看到10之后 就是见单就走 要不及 要不及 大王 42带个K 要不及 要不及 再间 这牌给上了啊 上了一趟 航天飞机 飞机 呀不及 这有机会 再逐渐地去追进比分啊 对 现在落后的有点多了 稍微一样 宗轩老师又开始使用战术 迷惑对方 又不出 对 说明我手里有渣 你小一点 对 但是现在从地主的角度来讲 四个五 四个六 四个钩 都有可能成仗 但这时候没法打了 人家不害怕 这把他会不会像他说的 你看 我刚才我觉得他刚才说的那话 也是到谋二人的说 他还较一分 那这牌如果要是正常较的话 他会较一分吗 可能较两分了 是吧 这个牌啊 这个坑也有可能给挖下来 看中选这牌一般 90个这凯是特的 他就两张撒带 打单牌 一二二还要回首 哟 这直接上个二你拜不拜 这牌你看 五刀钩 然后打一个撒K带盾 先打盾啊 先打盾 也可以 对圈是天牌 这牌就是把他抓 把第一个抓住了 打对圈 哎 这牌 打三在队 也行 反正道道要你上 你出不出 对 给你掰王的机会都不给你 对对 就是那把二你上不上 一点掰王机会都没有 就必须给抓掉了 这个牌 哎呦 这把牌就比较军式了 对 他估计就要这是当中卷 可能三分了 对 这边加姆斯晨英俱乐部肯定叫三分 对 底牌上的也不错 他这个牌吧 这个牌其实上来之后 其实也有问题 就怎么打吧 可能都会多一点东西 对 留顺子啊 留盾啊 留单啊 你看他 他打对K可能战斗派拳了 他今天 会战斗派拳 他这么打完了 你看你这 你这单根单圈 嗯 那也没办法 我觉得对三刚才应该打 你排单根单圈看那么电影吧 我看 我看玄呢 要不起 要不起 四 金 你看 要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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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拳是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对 哎 哎呦 哎呦 还这惦记一到啊 这就不是没得打 要不起 看对手打不打撒带 连队 打 好 三代队 然后是打三代队 哈哈哈哈 到三代一的话就走了 对 三代一也走不了 三代一下架还有队二的 把小王带走了 哈哈哈 这个牌拦都拦不住了 没办法行 俱乐部现在打得有点着急了 照这个情况发展的话 吃饶这会儿还有可能夺冠军呢 这两个小王 他这这轮争取把分数打得多一些 他们查小分的时候 我认为很有力 现在就一分一分 谁人还得交三分 对 肯定 两排上二 这两排就上八 上得不错啊 对这个时候就应该这么上了 这两排还上得不错了 对十分一遇 这都配 一排就飞机啊 三代对十不用丑了 四个圈啊 四个六 这也没法管了 四个七啊 四个七啊 一边跑大王呢 就是有诈的 就你不能出单 对你不能出单 啊 他留个对啊 这排有诈也给的诈票 对 一边跑大王呢 现在呢陈盈俱乐部和第二的还相差三千四百分 还有六局牌 哎 还真给陈盈机会啊 天给机会 哇这牌啊 上七上太关键了 外面跑炸了现在 这关键补的太好了这牌呀 这牌肯定是成牌呀 嗯 直接对圈啊 也行 就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事了啊 就是会改尖 直接完事 还怕外边对尖 对二直接上 对 所以人打的还是很谨慎的 这边也对 现在这比分相差的就是一千六百分了 和第二之间 现在就想尽办法 要阻挠 这把牌比较均 还一分 看看啊 下架 没药 陈盈俱乐部这边呢 反正没药这把牌就废一把牌是吧 这把牌要上来其实 你看 你看智瑶这边呢这还是不错的 他打对二 四个板带两个 胆 直接扣过对二 嗯 就完事了 对 好 但是智瑶这边呢还得继续望于龙翼棋牌俱乐部能压制住对陈盈俱乐部 那就是陈盈这块要是所在起爆牌 哈 龙翼给给给给给打掉就完了啊 嗯都没什么机会啊 智瑶这边还点他点两分 不加倍 打3.7 打3.7 这排我感觉不如打单5 要不提 小王要不提 要不提 四条 对钩 四K要不提 要不提 五 金 发板 要不提 要不提 在街打单打单五还打单圈 嗯 反正 他这个目的就把大王要先空下来 对 他不过不是打先打 打五 这只牌 一九 对 接二都叫要王的 对 嗯 还是要打二 他觉得三代可能他也没有机会出 不他这个牌就直接打二 直接就 准备要往往跑了 对手要打三代了 但对手先插一手牌 对 是吧 这一对 一样 哎呦我尖 那尖是大的 对 你应该怕那个吕刺不扣 嗯 四三 要不提 四八 四 要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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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把牌啊 这一把牌啊 这一把牌就就可以决定上负了 哈哈哈 要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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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肯定是保住了要不提 要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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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咱先不说 因为两榨是7.2 两榨一倍加7.2是7.2 对 跟仲权他们之间的还是有 有差距的 还有一千多分的差距 那第二肯定是保住了 嗯 这个时候大小王榨呀 对 对 可以一点 因为他保留两二那个 他两二都大了 我觉得四个圈 然后掰着打呗 当然外边可能跑炸啊 四个劲四个勾 就是因为他成炸了 他也害怕外边有成炸 要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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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脚 三位将耳机摘下来 王玉泉我问你一下 现在人家打了一个 两榨加倍的牌 领先你现在是 已经达到了六千分了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机会 能够追回来 我还是希望你能什么的 你能够成全中全 行不行 你俩的名字就差一个字 你能不能加油 还要成全我 这局牌瓜家楼姐三分 手脚没毛病 我就想拼 谁接就OK了 这什么接就OK 好不好 王玉泉咱们加油好不好 加油吧 来各位戴上耳机 咱们还有两具牌 看他加布斯战队 你看整场比较很费 但是来了一把牌 就非常非常荣誉了 你看 我觉得王玉泉这边应该叫 对 容易去牌俱乐部 叫了三分 看他没大没有用啊 他这牌 嗯 中全这边你加倍干什么 对 没有必要啊 先送点分 先送点分 哈哈哈哈 这个牌啊 要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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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子 要不起 这么大了 圈 这牌自己打的就很残了啊 这牌得上 啊 这牌害人 要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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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子 要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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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带队 要不起 抓住了 要不起 真是越离越远了 小王 哎 哎 那这牌必须打大王啊 大王 要不起 打个单四 这牌对四大不是单四就是单九 然后二 那这牌出去了啊 也不错啊 中小老师现在 这加着倍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就给送点分 哎 那现在陈阳俱乐部还有机会点第一呢 先先打一千一 最后一剧牌 现在看最后一局啊 看龙翼这块有没有炸 有没有炸 底下 我觉得智瑶俱乐部就不需要叫了啊 没必要 底下 现在 现在智瑶这块的第一的第二是无所位的 对 不加倍 这排没有炸 这排没有炸 都都加倍吧就 加倍 对都加倍 对 对 中全也知道这把比赛他拿了五分了 他其实也已经撵不过智瑶俱乐部的对吧 那个 顺子 要不提 7 k 要不提 要不提 我们打个k 对 要不提 这圈 这一定要打到底子 对二 怎么不用形子这牌啊 对二 就是剩个蛋王爆片了 对 他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理活动 他先上 好 那对二的留住了 留后手了 好 我们要恭喜啊 陈阳俱乐部获得冠军 好 那SPL的首季二打一的 俱乐部的联赛呢 到今天就落下了帷幕 那三支战队呢 最终脱颖而出 获得了一二三等奖 首先让我们有请 获得第三名的 龙翼棋牌俱乐部 上台领奖有请 也恭喜你们啊 能够最终脱颖而出 获得第三名 来 有请 来 送给你们三等奖的 证书每人一个 同时送给你们 三等奖的奖杯 来吧 有请贾春龙 也说说自己的获奖感受 好不好 初一次参加这个 这种展示节目 能够拿个三等奖的 感觉非常非常好 好 那也希望以后你们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 节目好不好 谢谢各位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到我们的右手边 去拿你们的小家电 好不好 好 有请 恭喜龙翼棋牌俱乐部 能够获得我们本次比赛的第三名 恭喜他们 那接下来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二等奖 那二等奖呢 最终的获得者是 智瑶棋牌俱乐部 来 让我们有请 智瑶棋牌俱乐部 上场 有请 有请 钟泉 非常不容易啊 表现得非常好 表现得非常好 你们的比赛呢 应该说拿到了三个五分 只不过之前 有一分的比较多 所以说最终呢 只能获得第二 来钟泉说说 自己的比赛感受吧 比赛打下来啊 初赛呢 打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三十分满分 六个五分 半决赛呢 打得比较惊险 也是最后一盘 拿到了五分 五分进去决赛 决赛呢 先期呢 两个队友呢 火太给力 坑挖得比较深了 一分拿得比较多 我本人呢 自己也拿了一个一分 后来呢 最后一局呢 加勃斯代表队呢 还是给我和他 争夺冠军的一个悬念 现在呢 我在这里呢 也会恭喜 加勃斯战队 能得到这个 联赛的第一 同时也欢迎 下边各式线 俱乐部 多多来参加 咱们这个 节目组的比赛 也欢迎 能跟 就像我们一起 能喜欢 做平排的 也欢迎你 来到这里 同时呢 在这里 中全再说一句 感谢这些年 所有我的亲人朋友 对我在这里 当压宾的支持 与鼓励 在这里给大家 十张一礼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中全啊 中全这支战队呢 是非常的给力啊 最终能够拿到第二名 也相当的不容易 来 送给你们三个人 第二名的获奖证书 那同时也送给你们 亚军的奖杯 高高举起 恭喜 恭喜你们获得第二名 那也请中全 带领你的队员 去到我们的场边 去拿走你们的手机 好不好 好 谢谢 应该说中全 他们的比赛呢 是相当的沉稳 最终呢 是拿到了第二名 也恭喜他们 接下来 我们要颁发的就是 一等奖 让我们有请 加姆斯的陈盈战队 有请 陈盈战队呢 从加姆斯远道而来 最终是拿到的第一 来 恭喜你们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 应该说的比赛呢 打的是相当的紧张 激烈 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这次比赛啊 充分反映了 咱们黑龙江的这个 二打一啊 也就是斗地主啊 咱们这个竞技啊 这个水扇相当高 希望以后呢 那个大家能踊跃的 参加咱们电视台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还是 从收视率来说 从百姓的心中来说 还是 观看那个观看率 是特别很高的 当然 作为加姆斯的代表队的队员 你们远道而来 能拿到第一 我们真的心里边 也游动的高兴 也希望以后你们 继续来关注 我们的快乐部队 也加入到我们 各种的比赛之中 好不好 谢谢 好 来 送给你们每人 一个一登奖的获奖证出 第一名的获奖证出 同时送给你们 冠军奖杯 也高高举起 加姆斯 陈英俱乐部 就获得了我们 本季SKL的 超级俱乐部 二打一的冠军 恭喜你们 那也有请你们 到我们的右手边 把你们电视拿走 好不好 一登奖 获得每个人 电视一台 加姆斯陈英俱乐部 他们做到了 他们拿到了我们 SPL的 二打一的 居住部联赛的 第一个冠军 节目最后呢 还要提醒各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要来到 我们的节目之中的话呢 欢迎各位可以登陆到 我们每一的合作网站 勾勾比赛平台 网址就是 3w.goo.cn 去进行网络上的海选 那本次 SPL二打一 超级俱乐部联赛呢 到今天已经落下了帷幕 本次比赛 是由黑中江城体育总会 黑中江广播电视台 文体频道 以及勾勾比赛平台 还有黑中江城体育总会 电子竞技运动专业委员会 联合主办的 那第一届 已经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下一届比赛 也希望更多的俱乐部 能够加入到 我们的比赛之中 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勾勾勾比赛 为我们提供的平台支持 观众朋友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